好,尊敬的各位朋友,感谢啊,感谢陪着我一个小时这么叨叨叨叨 刚才简单分享了一下,在英国生活、创业,还有大家关心的疫情 以及找工作的一些基本话题,我再总结一下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大家关心的找工作 找工作这个事情,其实你学什么专业,你在哪个学校学,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性格 你要勇于付出,你要有极强的执行力 你要发简历,你至少发500份简历,找不到工作 你才能有资格告诉自己说英国工作不好找 我看到的经验是,在过去这么20年15年当中 我看到的经验是,大部分没有留在英国的 最后没有留在英国的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家里有更好的安排 对不对,你家里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关系 要不然有一些自己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其实并不是大家的首选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留不下来的原因 至于有些妈妈们一直关注我的一些妈妈们 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如何能好的找到工作 如何能留下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问题 什么叫唯心主义的问题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找工作这个事儿 只要你想找,一定能找到 你如果说没有找到,只能说明一点 说明你不想找,或者说你没有尽全力 所以说从妈妈们的这个角度去看 不要强求 如果孩子找不到工作 那就顺顺利利地回国 回国的发展也很多 当有一天他真的意识到留在英国的好处 或者说他有一天真的意识到英国的这个有刚需 因为英国有刚需的时候 他自然会想尽一些方法来配合 来寻找,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强求 一定是顺其自然 第二个原则就是什么专业不重要 什么学校不重要 喜欢什么学生就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就是就像刚才在分享里讲的一样 其实在英国创业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从我的个人的认知的角度来讲 不存在什么创业在英国 英国基本都是谋生 我在英国20年 其实你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算创业吗 我个人认为到目前这个阶段还不算是创业 只是一个谋生而已 我们提供服务,有钱人花钱买我们的时间 客户花钱买我们的专业知识 这个不算创业 真正的创业叫什么 真正的创业你要面对英国本土市场 你要有一个massive market 你要能够真正的本地化 你的市场量级至少是千万级的量级 这个时候才能够是 可以说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创业 大部分人包括开餐馆,开旅行社 做导游,做贸易 在英国其实只是谋生而已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个认知 赚钱,这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关键的观点 在英国你是大概赚不到什么钱的 我还以为20年,说实话 目前也只是目前中产阶级以上这么一个阶段 你要想赚大钱,说实话 南上加南 要改变自己的预期 或者说要管理自己的预期 移民国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刚需 刚需在哪呢? 刚需是在于孩子 孩子的教育 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 当然前几天看到一个朋友也说起一个问题 就是确实有很小的一批人 就是真的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一个简单的生活来英国 定居在英国 但实际上从我的认知底来讲 我认为大部分 我看到的大部分人来英国 都是为了孩子 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好,今天就是进入到 现在进入到一个正式的一个话题 就是移民国低成本的三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三种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有些朋友是刚进直播间 这个我的一个基本情况 可能有些朋友了解 有些朋友不了解 我呢是一个出生于中国五线小城市的一个草根 江西省邻川市 嗯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 父亲呢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官也不是商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中产家庭吧 在在江西 第二呢是来英国20年到2022年 明年的1月8号 是我来英国20年找 第三呢我目前是英国金融监管局 FC认证的注册金融专家 第四我是英国内政部 移民事务处注册的高级移民律师 这也是我谋生的一个职业 第五呢 我是自认为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乐观态度的中年人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 比如说疫情情况下 很多人的观点是比较悲观的 但我相信伊鲁马斯克说过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叫什么呢 我宁可 错误的乐观我也不愿意正确的悲观 怎么开心也是一天 怎么不开心也是一天 我们要学会当我们改变不了外部的时候 改变不了社会的时候 就只有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个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我的一个生活态度 供大家参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几个话题 投资移民呢 我们会简单的带一遍 虽然今天讲的是低成本 但是为了方便那些 对投资移民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 简单的带一下投资移民 然后会接受手机代表签证 创新签证和工作签证 这三个低成本移民英国的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回到看问题要看本质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人应该考虑移民英国 为什么不移民美国 美国没有移民间的 英国有移民间的 每年半年 美国拿了绿卡 你可以几年以后登陆都可以 但英国不行 英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英国只适合那些 真正喜欢英国的适合英国 有言论情节的这些人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人适合考虑移民国 第一 当你资产达到一定水平 是为了实现教育自由的 换句话说 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不要来英国 我一直的观点 就是说你可以来 但是我的观点是 来英国一定是为了孩子 第二 对世界有认知 希望改变自己的 基本情况下 比如说你对英国这种生活方式 西方的生活方式 欧洲的生活方式 有一定的兴趣 而且认为确实是适合自己的 可以考虑 第三 对英国有情节 希望留在英国的 比如说这些留学生 可以考虑移民国 这是我认为的三个 比较适合的群体 我们先看一下 教育自由其实是蛮难的一个 自由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们原来分享过一个话题 要实现超市自由 餐馆自由 教育自由是蛮高的一个级别 到最后一个级别是定居自由 教育自由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观点 莫忘初心 你要想清楚你来英国的目的是什么 移民 就是手段 教育才是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如果你家庭总资产超过500万英镑 我建议可以考虑 优先考虑投资移民 500万英镑包括你的房产 包括你的现金 包括你的股票 这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说你只有一套房 价值2000万人民币 我不建议你考虑投资移民 因为投资移民的生活 除了200万英镑投资以外 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杂七大八的开销 比如说学费 生活费 买车买房 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500万英镑 如果家庭总资产 达到这个速度的话 可以考虑投资民签证 第二个心理自由 就是很多人在国内为了来英国 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内卷 在国内不管是职场内卷 教育内卷 商业内卷 各个方面的内卷 让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对英国有认知 你对世界有认知 渴望改变自己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移民英国 这个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那我们只有改变自己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优先考虑 首席代表签证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分享的几个话题 创新 首席 工作 这三个类别 创新签证呢 是要求雅兹5.5 具有一定的学历背景 而且要有一定的创新的商业想法 首席代表呢 是针对有一定的商业经验 有中国的母公司 工作签证呢 是针对那些留学生 你要是有英国的本科以上的毕业证 而且能够在英国找到雇主的话呢 其实工作签证是最合适的一种方法 投资移民 我们看一下 三加二 五年拿绿考 投资移民需要考虑什么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是税务 资产来源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因为资产来源呢 是你在办理投资移民之前 就是开始要考虑的 税务呢 是在你成为英国税务居民 也就是你登陆英国的183天之内 你要尽快地解决自己的税务问题 要做税务的规划 重点来看一下首席代表吧 首席代表简单来讲呢 就是自己给自己办理工作签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在中国有一个母公司 首席代表签证是针对总部在英国境外 有意向到英国开拓海外市场 需要外派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来英国负责建立这个分公司 简单理解就是 自己派自己来英国开设这个分公司 这个呢 是一个漏洞 说实话 而且从目前我们得到的 这个信息来看呢 大概率在明年春季 这个签证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变化 还有几个特点 就是第一 它的门槛特别低 为什么呢 它没有投资要求 它也没有雇佣要求 它也没有学历要求 它只是要求一个语言 三分 雅思三分的水平A1 而且记住啊 只考听和说 这是非常有力的 而且也是非常低的一个条件 它不像澳洲 不像这个新西兰 不像加拿大 相对的要求比较严格 而且对于整个的商业计划的审核 是比较高的 英国呢 相对比较低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英国 什么呢 快 从开始准备到递交到货批 我们最快的有七天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情况下 比如说 你已经在这个公司发工资 发了三个月以下 你已经有工作的记录 你已经有商业计划 你已经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文件 作为支撑的情况下 七天是有可能达到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来讲 是三点五个月 准备材料需要三个月 获批大概两周 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优势 就是时间快 整个英国其实都非常快 包括你办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有更快的 有当天拿签证的都有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签证的是可以拿绿卡的 三年加两年五年可以拿绿卡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这个签证的配偶是没有移民间的 目前 老政策下 这个签证配偶是没有移民间的 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妈妈在英国带着孩子 爸爸在中国赚钱 来支撑这个家庭的生活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签证类别 大家一定需要注意 目前是一个政策的低谷 什么时候能结束 我们认为明年春天 二三四月份会是有一个 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 基本要求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你的母公司必须来自欧盟境外 第二 你的母公司是没有意愿 把主要的业务转到英国来的 换句话说 这里体现一个什么要求呢 就是你和太太或者你和先生的股份 加起来不能超过公司股份的50% 你不能是控股人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 两年以上的高管经验是参考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发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公司的高管 第三原能力 A1 A1其实就是考听和说 什么难度水平呢 就是你每次入关的时候 这个水平 OK 就是每次入关的边境工作人员问你 你来干嘛 OK 你待多久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ve 这种标准的英文 就能够基本的对话就可以了 第三存款3310英镑 个人名下 三万人民币 如果你连三万人民币在个人名下都没有连续90天 那我觉得先把这个三万人民币先攒齐了 先存在自己江户里边 第四 它必须是唯一的独立的英国子公司 你不能说我原来已经有一个英国子公司了 我重新再申请一个都可以 第四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公司在英国的公司呢 是直接受雇于中国的母公司 它的股份持有比例必须是 百分之百被中国的这个公司所持有 这个晚一点我们会再延伸的再来介绍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他的续签永俊要求 记住一个关键 三加二加一 三年首先 三年到期的时候续签两年 五年的时候可以拿绿卡 再加一年可以申请英国国籍 这个时候续签和基本要求是什么 申请者仍然为这个公司工作 这个公司的总部仍然在境外 五年在英国每年居住 不少于183天 这几个基本的条件 加上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 你必须证明你确实五年当中 有为这个公司工作 而且是全职工作 没有其他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五年拿绿卡 六年拿不着 我们来看一下成本 这个是我需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不是说真的一分钱不花 就可以全家拿绿卡 他是有成本的 他的几个成本 第一公司注册税务成本 第二他的第三方成本 比如说你的会计 比如说你的相应的日常的运营成本 第四你的其他成本 公司注册呢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公司注册200英镑300英镑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成本 如果委托我们来处理注册呢 是300英镑 但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 看得懂一些相关的表格呢 其实现在都是很方便可以 自己上网注册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税务成本 税务成本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第一 你有一个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呢 通常目前所席代表签证的工资 都在300英镑左右 一万两千五百七是属于起征点 三百英镑减掉一万两千五百七 这个部分呢是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 当你的工资收入达到五万镑以上到十五万镑之间 这个部分是百分四十的税 但大部分都是在三万 三万假设减掉一万一万八 一万八乘于百分之二十 三千六百英镑一年的个人所得税 第二你还需要注意的是 你还会有一个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呢是你的百分之八 个人较百分之三 公司较百分之五 这个时候很多人容易混淆 一个概念就是作为申请人 你不是雇主 作为申请人你只是雇员 你的雇主是国内的母公司 换句话说这百分之八的成本 你也要算出来 三万英镑百分之八 就是两千四百英镑 加上刚才的三千六百英镑 就已经是六千英镑 你还有会计的费用 一年怎么不得以有个 一千五百英镑的会计费用 还有保险 商业保险这个雇主责任险 是必须要买的 四百多英镑五百英镑一年 如果你连雇主责任险都不买 你说怎么能够证明 你在英国有商业行为 这个是大家需要 慎重考虑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过去的 签论经验当中看到过 一些失败的一些案例 就是因为没有买 这个雇主责任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什么成本 比如说办公室运营成本 电话 对吧 一些比如说买个打印机 买个电脑 这些基本成本 还是要算进去的 拆累成本 这里边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是回国 可以通过公司来走账 因为这个是属于拆累费用 这个时候你回国 就是出差了 但是学费啊 什么TescoVichels 买菜的钱 不能算的菜给费啊 因为那个部分 那就和业务无关了 好 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 这个手续代表签证 我再总结一下 手续代表签证有几个要求 第一 你是英国的一个分公司 是中国的母公司外派的 第二 简单的理解就是 中国只要有一个营业额 达到500万人民币 以上的公司能够证明 愿意外派你来英国 简单讲什么呢 要愿意出一封信嘛 你要跟这个哥们关系好 或者说你要真的是有这方面的资源 其实这个签证真的一点都不难 OK 难的是第一 你有没有这个母公司的资源 第二 你是不是张得开嘴 A1你是不是能达到 A1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大家 我这个年纪都考CET四级 就是CET四级水平还低一档 OK 如果你留本科以上的学位证 大概率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OK 这是第二点 就是关键的核心点 是要有母公司 愿意外派你来到英国 第三个关键点 要有认知 这个签证 整个做下来的成本 大概100万人民币左右 OK 里面包含你的运营成本 包含你的法律服务成本 包含你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开支 100万人民币 全家移民 这个是比较 我认为我目前看到的 英国比较合适的一个签证类别 它和创新签证 有明显的要求 我们一会会具体介绍 简单来讲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创新签证要求雅思5.5 单向不低于5.5 一般人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那些有海外学历的 那些从英国毕业回去的 或者说本身英文技术 比较好的人 能达到这个要求 但一般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好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创新签证的基本要求 创新签证 这个签证是为了给那些铁家 想来英国创业的 简单来讲 其实这个签证是 用我的话说 是英国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从政策本身的理解来讲 它要吸引的是什么人 它要吸引的是马云 它要吸引的是伊隆马斯克这样的 真的是有非常创新的一些想法的 关于金融创新 商业创新的这些想法的人 来英国创造就有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 创新签证最大的一个特点 三年可以拿绿卡 我们刚才讲的首席代表 投资移民200万英镑 都是五年拿绿卡 但是创新签证 为什么 凭什么它三年可以拿绿卡 因为这个体现了 政府的一个导向 一个政策导向 什么叫做导向呢 就是欢迎鼓励这种创新的人才 不管是你是技术创新 还是商业创新 这个是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创新签证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 也其实有就是一个要求了 就是你要拿到担保机构的担保信 换句话说 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商业机构 愿意给你出封信 说你这个商业计划很好 我愿意担保你 愿意帮你来办这个签证 就像你申请一个大学 大学给你一个通知书一样 OK 但是这里要记住 就是你能拿到这个担保信 并不代表你能毕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首席代表 而不是又先讲创新签证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创新签证是有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它的风险不是首次签证 它的风险是绿卡 外面有很多这种传言 可能这种谣言吧 就是你投资五万云霸 对吧 你这个投资到一个现有的企业里边 有分红 有工资 有收入 三年全家拿绿卡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都什么年代了 都2091年了 什么年代了 要有认知 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判断 去甄别创新签证的特点 创新签证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 搞定担保机构 并不难 第二 难的是你怎么符合 绿卡的要求 第三 整个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定的风险控制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风险控制 最重要的是 怎么去做风险控制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特点 其实跟那个首席代表差不多了 第一 它快 你只要搞定担保机构 分分钟拿签证 两钟一定能拿签证 它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要求 因为英国政府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遵守规则的一个政府 因为英国政府自认为 这些签证官是没有能力去判断 一个商业计划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说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担保机构 担保机构来判断 你这个商业计划是好还是不好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谈 很多东西都可以谈 拿第一个担保信并不难 或者说你拿到入学offer并不难 难的是你能不能毕业 你是不是能拿到这个毕业证 这个毕业证就是这个绿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来看吧 七个条件当中 包括哪七个条件呢 第一 你要投资五万英镑 第二 你要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或者第三 你产生十个就业机会 十个就业机会是最低工资 是一万五 五个就业机会是两万五年薪 岗位必须持续十二位以上 第四 你的客户数量在三年内翻一半 第五 你在第三年的时候 营业额达到一百万英镑 第六 你在第三年的时候 营业额达到五十万英镑 其中有十万英镑是出口 第七 有重大的知识产权突破 可以叠加 刚才讲的七个条件当中 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 这个是难也不难 比如说 如果你说我做代购 对吧 我做代购 我几个爱马仕的包 我在第三年冲一冲流水 我就能拿到 五十万英镑的流水 其中四十万英镑是出口 再加上投资五万英镑 在做贸易的情况下 是比较容易达到要求的 但如果你是做 比如说其他类别的 不是贸易类别的 你冲流水冲的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退税 因为这里边有VAT的 你所有的收入进来 你是有VAT的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很关键的一点 简单来讲 如果做电商相关的 是比较好的 容易满足要求的 如果做贸易相关的 比较好 比较容易满足要求 问题是 你能不能有这个专业的 判别能力和专业的团队 帮你去做一些风险控制 当然除了刚才讲的七个条件当中 两个条件以外了 还有Life in UK 对吧 你得有B1 有Life in UK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同时呢 你必须证明 你在这个公司是存在主要的工作岗位 你不能为其他的公司工作 换句话说 你不能是被固 你只能是自固 这个签证呢 有利有弊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它的利是在于快 三年拿绿卡 它的币呢 是存在很大的风险 成本失控的问题 就是你要满足绿卡这个条件 如果你赢了达不到 你要通过就业机会 去满足要求的话 你会发现 五个年薪两万五 就是十二万五的年薪 加上刚才讲过的 百分之八的 这种个人所得罪和养老金 你会算下来 你的成本在 十七万五千镑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本 当然除非你说 我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二十万五张 绝对我不要了 我就保这个绿卡 有可能 这是一个预期的问题 你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 如果你只想通过五万英镑 拿到这个签证 拿到这个绿卡 基本不可能 但如果说 我有一个十万英镑 或者二十万英镑的准备 来为这个创新签证绿卡 做相应的成本预算的话 是完全有可能 这个取决于你的背景 你如果没有英国生活的背景 工作背景 商业背景 我不建议你考虑这个 你如果有英国的学历 商业或者工作背景 完全可以考虑 创新签证 三年拿绿卡 三年拿绿卡之后呢 主申请人可以获得绿卡 孩子和先生 或者孩子和副申请人 要满足居住五年的条件 这个优惠政策 只针对企业家本人 也就是申请这本人有效 三年拿绿卡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才讲的创新签证 第一创新签证 首先很容易不难 第二创新签证难的是拿绿卡 第三创新签证 你的总共的成本预算 你最好放在20万英镑左右 第四如果你真的是有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能赚钱能产生商业机会 能够带来税收的 这种情况下 你有可能十万英镑能搞定 但是你要有一个预期 要有一个风险控制 这是比较关键的 第四不要去相信外边所谓的中介 说给你一个商业计划 没有一个靠谱的 包括我 我都自认为 我没有这个能力 说给每个人一个商业计划 你给我五万英镑 或者给我十万英镑 或者给我二十万英镑 我来全部的包你满足这个东西 我给你创造一个商业计划 或者卖一个商业计划 那基本是不现实的 命运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最合适的方法是 你在自己的商业背景的基础之上 有一个基本的商业想法 我作为专业机构 能够帮助你在基本的商业想法之上 进行拓展 进行延伸 进行一些资源的配置 在这个时候 你用自己的项目去维护 去运营你的创新签证 来确保你三年的时候 可以拿到绿卡 命运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是最关键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三个低成本移民英国的方法 就是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其实叫什么不重要了 原来叫T2 General 现在叫Scale Worker 叫什么其实不重要 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 你要有雅思四分 单向不抵御四分 B1的这个水平语言 第二 要有雇主 OK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其他的细节 什么70分 60分 你不用看你一定满足 OK 你一定满足 如果你不满足 只能说明这个雇主不对 换雇主 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这个问题 你只发了十份简历 你说你找不到工作 那不是必然的吗 我没有看到谁说是真的投入大量时间 大量精力去找工作去求职 没有找到工作 这个是少数 大部分找不到工作的人 是因为在国内已经有安排了 爸妈都给安排好了 这种情况下 很负责任告诉大家 找不到工作 OK 因为你不需要这个工作 我们随便带一带PSW吧 PSW我相信也是很多妈妈们关心的问题 OK 但我的观点来讲 PSW不重要 为什么 你要能找到工作 给你三个月 也能找到工作 你要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三年 你也找不到工作 但是PSW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它给了这些 一般的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刚才讲的那些是非常优秀 动力非常强的这些人 是能够很顺利的留在英国 但有一些动力不是很强的 能力一般的人 就是他会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通过PSW 找到一个雇主 能够互相的去认可 互相认可这个价值的情况下 能够过渡到工作签证 这是一个机会 同样还是回到那个观点 你要是不想找 不想留 给你PSW签证 你也不会留 你也会照样的回国 所以说这个东西 是一个随心的问题 OK 不能强求 慢慢的要顺其自然 OK 其他的这个冷冻期啊 什么薪资啊 这都是属于战术问题 战术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战略问题 怎么能留下来 比如说年薪 永居年薪原来是362 现在是25600 这个原来有名额限制 现在没有名额限制 原来有测试要求 现在没有测试要求 这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就是从整体趋势来讲 脱欧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讲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脱欧之后 这个政策把法国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这些欧盟的人 和中国的毕业生 放在同样的一个等级 你去找工作 雇主看的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原来用德国人不需要签证 用中国人需要签证 人家可能会优先考虑德国人 但如果说用德国人也要签证 用中国人也要签证 那大家处于一个同样一个起跑现场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参考 就是工作签证 其实整个的 它的设计也好 它的整个的要求规则也好 其实真的是不难 难的是你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雇主 能够愿意给你发的一个担保 这里面给那些妈妈们一个建议 发挥一下自己身边朋友的资源 或者是太太 或者是先生的一些商业资源 有没有一些在英国已经定居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已经在英国做公司 开公司了 这种情况下 让他们去申请工作签证 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听清楚这里不是法律建议 也没有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你们有朋友在英国 有公司 没有申请工作签证牌照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申请工作签证牌照 因为移民局现在在大放水 因为大家都在投诉 原来用英国人 用德国人 用德国人 用欧盟人 不用办签证 现在我要用德国人 我还得给他办签证 移民局处理速度又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在移民局大放水 签证牌照大放水 如果你们有身边的资源 应该尽快地考虑 尽快联系我 可以帮大家做规划 硬性条件 什么B1 Level 3 4.5 这个要求不高 这个只要大家能够有 英国本科毕业 都没有什么问题 收货费要求 基本上大家可以忽略不计 最重要的是雇主 雇主 雇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永居的要求 是在英国工作满五年 连续五年当中 每年离境不得超过180天 换句话说 在英国得住满183天 还有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你不能跟雇主炒饭了 跟雇主炒饭了 雇主取消你的工作签证 你的签证会失效 但是不排除你可以换雇主是可以的 你从A公司第二年或第三年换到B公司 和第四年第五年换到C公司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连续性 你不能说我这个雇主签证到期了 他把我停了 我签证到期之后三个月 我再来办这个签证 同样即使你找到雇主 五年需要重新计算 只要你签证没有断 可以在中间的时候 是可以任意切换 你找到新的雇主 是可以切换的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笔的真理事行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 对我们比较了解了 在这行我们干了15年 所以说在我们见过的 很多的这种成功的 也见过很多这种失败的案例 我觉得这个失败的案例 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能够总结 能够分析 当然我并不是百分之百 这个必须有什么说 我做不到百分之百 我要能做到百分之百 我就是神了 但是我做不到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二出现问题的百分之二 我们是相对的有预期的 我们知道它问题在哪 一定是有相应的一些 技术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材料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经验在于什么 在于能够通过过去这些年 做过的一些案例 让大家少走弯路 少踩雷 这是我们的价值 另外一个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价值在哪呢 就是 找我们其实就相当于买保险 买个什么保险呢 就是和中国的一些公司相比 我们在本地 就像创新签证刚才讲的一样 你拿到签证进来以后 并不代表你一定能拿绿卡 你要的并不是第一次签证 对吗 你要的是绿卡 绿卡是一个五年的事情 如果是一个中国的机构 它其实答应你五年 我相信大概率来讲 它也很难完善的保障你五年当中 不出现问题 那我们的价值在于什么 我不敢出现问题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到 因为你人都在英国了 我要是做不到 你一定会上来敲我的门的 而且英国华人圈子太小 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今天晚上说过的是 可能第二天早上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圈子实在太小 导致了我们胆小 至少我是比较胆小 不敢干坏事 干坏事很快就被人知道 这是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原因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保险 买了我们 我们是比别人贵的 大概率来讲 我们比别人要贵20%到30% 但是我们自认为 我们值这个价钱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心 以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为大家五年保障护航的一个成本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想和大家分享 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 找我们最大的优势 不是填表 填表很简单 找我们最大的优势 和最大的刚需是什么 五年持续的连贯的优质的服务 五年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这个其实都是广告的 高层公立专业权威 大家都这么说 官方认可 都这么说 完整解决方案 对 完整解决方案 是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 很多人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有然 很多人会填表 但不代表他会解决填表后 所带来的一些遇到的 和没有遇到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这是一些基本的广告 这是十月份的吧 这个应该是九月份的 对 这是七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这个应该是七八九 几个月的部分的成功案例 这是一些基本的介绍 包括落地的一些服务 我们最近正在加强 落地服务这个部分的服务能力 包括从接机到打疫苗 到预约检测 到隔离 到警察去注册 到办银行卡 各个方面 你能想到的 你需要的 我们都竭尽我们的能力 为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 好 这是我的一个微信尔维码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扫描一下 加一下我的微信尔维码 如果有我的就不要再加了 没有我的可以加我一下 加我一下 给大家提个建议 就是不要加完以后 问我 在吗 有事说事 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接下来三十年 我一定还会在 给我一个封闭式问题 不要给我开放式问题 什么叫封闭式问题 就是首席代表签证 收获费要求是多少 3310英镑 我直接回复你 你不要问我英国好还是美国好 我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UCL好还是帝国理工好 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我儿子学这个专业 这个学校好不好 我不知道 给我封闭式的问题 yes or no 或者一二三四 不要给我开放式的问题 好 再次感谢大家 这个感谢大家周末来听我们这期直播 接下来会是半个小时的一个问答的一个时间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提问 我们会有半个小时 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看看能不能解答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 好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直播间留言见